爱美食爱生活 大家好 我是住厨大山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减脂减肥汤 海带苗冬瓜汤的做法 首先将海带苗放在水中泡制10到20分钟左右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泡好的海带嫩苗 这个海带嫩苗的生长周期10到15天 所以说它非常的嫩 海带嫩苗的做法可以煲汤 可以凉拌 也可以蒜火锅等等 将泡好的海带嫩苗多清洗几遍 将表面的盐子把它清洗干净 那么接下来再将海带嫩苗改刀切成段 将切好的海带苗放入盘中备用 下一步点火起锅 锅热之后锅内放入适量的油 油热之后加入少许的葱花爆香 再将改刀好的冬瓜放入锅中进行煸炒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今天做的是海带嫩苗冬瓜汤 所以说这个水稍微的多加一些 这个时候把锅盖盖上 开大火 把锅中的汤水烧开 汤烧开之后再将海带嫩苗倒入锅中 盖上锅盖 继续的炖制 等一下再次的烧开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 调味只需要放入少许的适量的盐就可以了 海带嫩苗炖出来的汤非常的鲜 包括海带嫩苗的根部都是可以吃的 非常的脆 大家可以在家中试做一下 这道汤非常的减肥减脂 非常的下油 最后希望看到我视频的朋友能够长按点赞 关注支持我一下 感谢大家